整个变冰仪式到这儿就全部结束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朝鲜半岛到现在已经停战70年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在朝鲜半岛迎来和平 签署中战协议 美朝建立外交关系 这也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 在特朗普执政时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离这一步其实还看到了希望 包括在文在寅时代 文在寅送行的是阳光政策 但是到了现在米西亚时代 反而是奉行的是最友好的政策 所以早就朝鲜半岛 现在出现了更加紧张的局势 大家说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打造印太战略 又把日韩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 你打造美日韩三边军属的母国 又在不断地炒作朝鲜军属性 这样的话就会让朝鲜半岛的和平 渐积渐远 这本身不符合朝鲜半岛的发展途中 中国俄罗斯都希望朝鲜半岛不能升战胜朗 中国俄罗斯也是朝鲜半岛的和平反对者 我们也希望朝鲜半岛能有个能够让平战变成中战 能够让历史过去让现实迎来的是伟大的和平 我们能看出来朝鲜的老百姓一个一个都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今天作为朝鲜来讲的话是一个法人 是朝鲜新国美大体格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一个法人 当我们也看到中华和俄罗斯方面的代表 都在训续台全程观看了越军仪式 这表明 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之间有力帮助 朝鲜的越军选择在夜间取决 一方面是处于保密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是让整个越军别具特色 让央所说 风光旧和朝鲜越军的震撼 三者交织在一起 让整个越军也是更具看脸 那么在今年以及去年的越军 在解决的时候 可能大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朝鲜的武器刚被越军